小约争论60年还在争论 今天意见纷纷 那这样写合约 本来你想法是要解决问题 你有解决问题 反而你造成更大的问题 你要写得更清楚 1952年你应该先 没有签署本约的 对于里面所处理领土 完全没有份 包括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本约所处理领土 没有份 对不对 他有一个第26条是说 没有签署我 对这里所处理的领土 不能有什么主张 那你就知道中华民国认为说 我1945年10月25已经光复了 我不需要什么主张啊 他马上给你扭曲 有没有 所以那个合约 对他们 就是随便他去忽略掉了 然后他的 很麻烦 而且应该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也应该写清楚 这个是占领行为 反正你看一般命令第一号是处理人民 没有处理领土 这本领土是条约来处理的 所以为了这些问题 那以前在台湾你要说 什么什么究竟三合约怎么样怎么样 就给你送到监狱几年慢慢研究 那这样也不是一个合理的方式 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某一个民族的程度 但是还是跟国之间查一集啊 我太太认为一个银行经理 我不要说哪一个银行 他很年轻啊 他本来在高雄什么调到台北 他流媒的 他在美国学什么财经啊 学了三五年 他说他们也早期记不记不记得 留学生要去美国的时候 也有一个几天的讲席啊 他不会给他们几天的讲席 哦 你不要被那个同派的人骗 以前是教他们这个 那今天才讲什么 我不知道 现在你都要投靠中共 以前你就告诉人家不要被同派骗 我不知道他们 他一到美国去 他到哪一个州 一个小州啊 他去念那个什么州立大学 啊他们被训练的口诀 口诀是人家问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民主的台湾 我就这样问他 I come from the democratic country of Taiwan 问他很奇怪 他教授在谈那个政治的时候 他列出来那个世界上啊 非民主的国家 他说他想一跳 台湾跟北韩是列在一起耶 他说他去美国留学是这样的 他教授他说 他们说抗议 我来自民主的台湾 他老师说 那个时候戒严什么的 你有可以选国会议员 不可以 你有选私议员 不行 你有民选总统 不可以 你可以这样这样 快去来七八个东西不行 那他说你跟北韩一样 那个时候怎么可能 我们没有选取 但是我们审认民主的 对不对 他说你不知道而已耶 所以你看教育 教育可能 他后来在美国一两年才慢慢开始 感觉他被骗了 从小被骗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 你有没有过一个双十国庆 有 那或是一个什么国庆 对不对 有 好 那你是不是拿所有的武器拿去展览 有 对不对 给大家看我们的厉害 那美国比你弱还是比你强 美国可能比较强 那美国有把武器拿出来展览吗 在7月4日美国国庆 没过把武器没条件 没有啊 那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有那个力量 你需要宅满吗 你没有那个力量 打中美人窗胖子 你当然要拿出来宅满 是不是这样 你跟北韩一样 怎么会这样 你们 总统要过生日 你学生 要不要休假一个月 来练习一个表演 有 我们台湾有 北韩也有 其他的国家 你们有吗 没有人举手 你跟北韩一样 我来自民主的台湾 你看洗脑会洗到这个程度 他说他都不知道耶 但是后来他回家 就每天晚上再检讨检讨 后来把那个北韩的书拿出来看 跟我们很像 他是集权 我们是民主 所以你看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生活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政府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样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日本 就是要做这样的沟通 让大家都知道 建政的故事是什么 未来正确的方向是什么 好 我们第一个小时现在到这里 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谢谢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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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招文件